那你現在拍一張新的給我 露臉的 呃... 呃... 今天也穿可愛內衣嗎?給我看看 我忍不住幻想你裸體的樣子,我可以看嗎? 完了,出大事了各位 我的內衣罩已經外流了 正當我以為事情已經夠糟糕的時候 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剛玩的都是一場夢,各位趕快忘掉 我們這次的名字叫做影警官好不好 勸對方不要幹壞事啊 我們的暱稱要兇一點好不好 煞氣警察 幹,充智障 你們寧 80歲 煞氣的警察上線喔 勸你們不要為非作為 哈囉大家好,我是尹 千萬來玩這款遊戲叫做青春網戀模擬器 這款遊戲蠻特別的 它是由公視頻道製作的一個網頁遊戲 你們應該有聽過公視吧 就是一個電視的頻道 注意以下內容建議有12歲以上的兒童及青少年體驗 為滿12歲的趕快把影片關掉 故事中會涉及到私密的影像與呈現的描述 簡單來講聽說這款遊戲會有裸造 歡迎來到網戀模擬器 網路戀愛就像一個大型的修羅場 裡面有好人又有爛鬼 成為戀愛戰士之前來我的真實故事中體驗一下吧 遊戲提示 一如戀愛的火苗即將出現 僅小心翼的前進 結局就在你的一面之間 感覺滿有料的耶 那天中午學長跟我提分手了 是不是我哪裡不夠好呢? 以後該怎麼辦? 我只想要有人陪而已啊 哎呦沒事啦 小文是我的朋友是不是? 不然你下載就要有軟體啊 隨時都有人陪你聊天 如何? 點點點 交友軟體 那就試試這個好了 我的戀愛故事 然後又重新開始了 輸入你的真實姓名喔 我想一下 我們的主角是一個女生嘛 那通常女生怎麼吸引男生 名字是肯定要好好取的 巨乳酪梨好不好 你的暱稱呢 口天使 真實年齡永遠都是18歲 感興趣的話題 我喜歡吃東西 然後喜歡看電影 只能選一個喔 那我們去吃美食吧 上傳照片 確認送出 其實滿可愛的耶 終於完成了 這根本就是探探吧 呵呵呵 左滑不喜歡 右滑喜歡 快速在10秒內找到第一個想聊天的對象 你好呀 這個一看 就是個渣男 不要 愛狗人士 假裝很有愛心 不行 呃 一看就是8加9臭猴子 不要 啊怎麼又是你啦 好啦 好啦就你了 他也喜歡你 嗨 你好 我也很愛到處吃東西呢 嗨 真的嗎好巧呢 對啊快期中考了 要開始讀書了 哈哈 臭猴子就臭猴子 還在跟我讀書 怎麼可能 男兒高中 我跟你們講啊 要讀書的高中生 是不會使用交友軟體的好不好 冥冥具有血 眼殘是不是 道歉我沒發現 話說回來你怎麼會上來玩啊 我剛分手 不想自己一個人 哇好慘 要跟我說說嗎 好啊 他朋友超多的 搞不好早就喜歡上更漂亮的女生了 我根本也不算什麼 隔空給你拍拍 但我覺得你蠻可愛的 是我喜歡的類型 耳男 已經開始表現出他是個耳男了 有空在聊 第一次聊天就上手 新朋友想多認識你 你覺得他怎麼樣呢 一見鍾情 以前這個時候都一個學長講完按電話的 嗨睡了嗎 你誰 哈哈正要睡呢 我跟你說 我們聊了很多的興趣 我覺得很開心 也沒那麼難過了 仔細想想 我在學校從來沒有遇過這麼親切好聊的男生 難道他是傳說中的海王 暈船了啦 好不好 暈船了 我們要不要換個Line 你們要小心一點喔 現在如果想要加Line的話 你們要先想他是不是詐騙 好不好 這詐騙真的太誇張了 多到爆炸 我們要不要瞧換Line 我想跟你多聊天 但不想被別人看到我一直跳出交友軟體的通知 希望你不會覺得太突然 好啊 那就換吧 兩個的距離拉近了 嗨 換個地方見面了 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你可以叫我大便或者加深 不會吧 沒錯 朋友都怎麼叫你 他們都叫我巨乳酪梨 別擔心你不是變態 不是耶 你如果在路上叫一個女生 欸巨乳 你一定會被警察抓走了好不好 不會啦 見面也不錯呀 不過我還不太知道你是誰呢 見面什麼的 過陣子再說 那你想看我的IG嗎 還是你想看我的GG 啊不是 呃 大太陽下的我 167個讚 是個邊緣人呢 哇 他長得很不錯耶 感覺人真的很好 騙人的啦 通常會發這種文青的都會想騙女生 搞不好我們有機會發展喔 距離拉近了 距離裸造又更近了一步 不要亂講話 這什麼 打球扭到腳了 一個日常的關心 我同學今天拿拖把當假髮 超白癡的 男生又再來寫這個稿試 女生應該不會這樣吧 才怪女生會拉裙子 笑臉 到了夏天 跟你說喔 前男友說說笑笑 欸 別擔心 我一直都在 別擔心 我一直都在 好噁喔 這個語氣非常非常的噁心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忍不住心動的一下 問你喔 你會想跟 喔 開始在聊瑟瑟 我覺得有點危險 但他想要 哈哈我懂 開始在噁心我了 他只是稱讚啦 不要反應過度啦 對啦 他肯定不是在約炮 真的 我們一定要相信他 你收到禮物貼圖了 送你這個 好啊 我想見你 我想一下 不是啦 去出去 勇敢一點 那我們怎麼約 禮拜六下午兩點如何 嗯 真期待 到時候見囉 完了 要被戴上床了 好緊張喔 今天要穿什麼呢 第一次見面穿的日常一點好了 我可以選擇是不是 可以耶 這遊戲挺有意思啦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打扮 嗯 輕鬆休閒 我到了 奇怪 他說明明對準時出現的 零食放鳥 難道他脫脫 不可能 是他約我的 他覺得長得不一樣 所以逃走了 欸 所以他沒到喔 真的假的 虧我這麼重視的這場約會啊 好擔心 他是不是出事了 欸 所以他真的沒來耶 在哭是不是 他一定是同時約了兩個女孩子 然後忘記 復約我的 對不對 發生什麼意外了嗎 被車撞到了 你要確定耶 照片拿來看看啊 證據呢 沒有拍到臉啊 朋友的是不是 我誤會他的呢 怎麼可能 他一定是在騙我 我跟你們講啊 這些照片都沒有拍到他的臉 你知道嗎 通常這種一定就是本人是一個超級噁心的肥宅大叔 然後他存了很多的網路圖片想要騙女生 好啦我知道了 那你趕快好起來我們再見面吧 那你願意幫我一個忙嗎 可以讓我更快好起來的 當然 好啊 我們就當女朋友了 好啦你都這樣講了 完了 連見面都沒見面 對方這個肥宅大叔都不知道 好啊 出事了各位 真的出事了 恭喜收穫新的戀情 但故事還沒結束哦 故事會有好結局嗎 你好 我想看這部影片陪我去呢 他都不出來耶 你看他都不出來 本人一定是肥宅 跟我一樣 我今天買了新衣服 哇 誰叫女朋友 會不會真的想見到你了 你喜歡我穿這樣嗎 穿更少 穿少點更好 越來越喜歡 哈哈 比如說 真理褲是不是 那已經過期了 謝謝 好啊 下次見面穿 先拍給我看 嗯 哎喲 好傷眼哦 好吧 反正我們都在一起了 拍個真理褲 沒差吧 不可以啦 不可以有反應啦 我只傳給你看 不能傳給別人哦 當然 你是我女朋友耶 這我能看哦 如果你常常穿這樣 我一定不會離開你 在講什麼東西 你會想跟我視訊愛愛嗎 開始進入正題了是不是 終於要開始欺騙女生了 我忍不住幻想你裸體的樣子 我可以看嗎 哎不要啦 為什麼 因為喜歡 喜歡就會想知道對方真實的樣子 我一直擔心你會被別人搶走 如果你給我看 我就能確定你只愛我一個 我哪會 你怎麼突然懷疑我 我只跟你在一起啊 那你傳照片給我證明 可是 不然穿內衣就好 怎麼樣 只是內衣 可以沒有問題 完了 出大事了各位 我的內衣罩 已經外流了 不要笑 相信是一個很沉重的議題 這個遊戲是一個警示的遊戲好不好 你不要把我這種奇怪的心態在這邊玩 嚴肅一點 好想看更多 明天也要再傳給我 誒 我先睡了晚安 完了啦 真的外流了啦 今天也穿可愛內衣嗎 給我看看 一定要嗎 我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啊 我只是不想傳照片而已 那是承諾 我就知道你隊伍不是真心的 你要傳照片給我 還是我把昨天那張公開到學校的社團 完了 手上的把柄開始在威脅我了 那你現在拍一張新的給我 露臉的 呃 呃 接下來的每一天 我都傳了更多照片給男友 他說他愛我 那是真的嗎 他照了獨走的名字 住哪一區叫什麼名字 但我卻不敢告訴任何他的事情 每天我都焦慮了 害怕不得了 各位小朋友 我不能看啊 這邊 出事了 好不好 這邊出事了 正當我以為事情已經夠糟糕的時候 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指示 記憶 好 拔 數 更多 收集證據讓對方受到處罰 我原本以為這是一個簡單輕鬆的遊戲 但是好像有點沉重耶 不行了不能再亂玩了 我不要 很好現在他要威脅你了 他不是已經傳了嗎 冷靜不要理他 沒錯不要被繼續勒索了 現在把整個對話包含日期時間全部截圖下來 現在你必須做兩件很勇敢的事 報警 把這件事情告訴大人 報警 你可能會被罵覺得自己很丟臉 但對方用話術誘騙你是更不可原諒的行為 現在是開始真正的青春教育 不要因為害怕封鎖會刪除對方的帳號 聊天內容會消失不利於我提告對不對 送你禮物賺取信任 有沒有聽到各位 不要送了一個20塊的貼圖就相信他 我們這次要當個謹慎的女孩子好不好 千萬不要再亂玩了 這是一個比想像中嚴肅的遊戲 大家千萬不要模仿 我們剛玩的都是一場夢各位趕快忘掉 我們這次的名字叫做引警官好不好 勸對方不要幹壞事啊 我們的暱稱要兇一點好不好 煞氣警察 幹抽自張 你很寧 80歲 煞氣的警察上線喔 勸你們不要為非作為 噁心這個想騙我裸照不行 走開走開走開 這個更兒 好啦有養狗啦 就是你了養狗狗的 他對話如果是一樣的我們就直接跳過 像這裡我們要選擇不要透露太多的私人信息 所以是某個高中 保密到家 沒錯 裝沒看到 想騙我 閉嘴啦 朋友都叫我引警官 完蛋了 他前面的不管怎麼選好像都會拉近距離啊 沒有辦法 一定會被騙 這兩個的語音是一樣的耶 我們還沒見過面耶 傻眼 不行 我沒有辦法阻止當他的女朋友好不好 沒有辦法 這邊是阻止不了的 所以能夠選擇的應該就是開始傳照片那邊吧 問號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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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懷疑我 我 我不想 不傳照片他幹嘛啊 那你去找你的前女友啊老哥 天啊好可怕的怎麼辦呢 我真的沒有你不要這樣 嚴正拒絕 嚴厲四折 什麼東西 請問一下你傳這張圖片是有任何的威脅嗎老哥 我又沒有露點 這個傳出去 也沒差吧對不對 這根本就沒有露什麼東西啊 不要啦 他不會還是傳了吧 欸出事了耶 不行耶這裡阻止不了女主角耶 什麼東西 哪有這樣的 好像是一樣的耶怎麼辦 這邊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的結局就只有一種喔 我還以為會有 能夠阻止女主角的結局耶 但是好像沒辦法是不是 我覺得其實蠻具有教育的意義的 其實也不只是女生啊 現在連男生都會被騙 騙男生打視訊電話嘛 然後把那個影片錄起來 再跟他討錢 如果你不給他的話 他可能就會開很多的帳號 然後傳到你的 他可能看你的交友名單啊 把他到處亂傳這樣 對我之前是看過這種手法的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要小心好不好 現在網路交友這麼頻繁 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對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之後再去跟他交心 好啦各位交友真的要謹慎一點 那我們今天這個遊戲就玩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